小莲 小莲姑娘 还是进去吧 外面冷 我躺了这么久了 也该出来走动走动 小莲 你能走动了 太好了 恭喜叶下 咱们节节胜利 眼看就逼近叶城了 待到打开城门 我们就能找到更好的待会 来为小莲姑娘疗伤 对啊 异国作戏 打入叶城 对 攻入叶城 不光是要找最好的待会 最好的药 我还要小莲成亲 成破之日 成亲之时 小莲将是孤的皇后 唯一的皇后 成破之日 成亲之时 成破之日 成亲之时 小莲 我会尽快攻入叶城 我会尽快攻入叶城 答应我 在此之前 你要好好休息 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走 我们回去休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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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诸葛无雪的救援 来得这么快 殿下 刚刚接到细作的消息 朝廷里 有不少大臣 都拥护皇上 诸葛无雪又拿到了 玉刺金牌 可以随意调动附近兵力 ,殿下 除了诸葛无雪 率领的大军之外 另外两路大军 已经跟诸葛无雪会合 人输悬输 这招有些难打了 这倒不怕 虽然他们来得及时 但是人困马乏 正是对敌的好时候 报 启禀殿下 周国皇帝宇文雍御驾清征 率领十五万人马已冲破我大旗边境 直奔我军而来 据此多远 周国皇帝宇文雍用兵如神 今日便可到达五十里之内 是 现如今大旗内乱 正是攻其大旗的时候 这可怎么办呢 前有诸葛无雪三路人马 后有诸国皇帝十五万大军 殿下 殿下 哎呀,怕什么呀 咱们殿下有青鸾镜啊 哎,就算有青鸾镜 但我们俯辈受敌 我军从金庸城作战至此 已经是人困马乏 死伤也不少 更何况 在人数上 完全是下风之事 殿下 好 四哥哥 怎么这么不听话 不是说好了不要乱走动的吗 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四哥哥 我已经好多了 小练 你有心事 是不是在战场上 不是 是 是我们 马上就要攻入戒城了 我说过的 成破之日 成亲之事 四哥哥 其实我并不在乎 成功 不好了 探子来报 周国大军一到五十里之内 周国大军 来 陆云 你这是做什么 长公 你醒醒吧 现在不是拿下叶城的最好时机 后防空虚 腹背受敌 陆云虽然没有学过什么兵法 可跟随你与夫人多年也知道 此时并非前行的最佳时机 应该回到金庸城 固守芒山 养精续锐 离叶城咫尺之遥 不可能退 就因为你说过 破城之日 成亲之时 长公 整个金庸城和大齐的百姓 都在等着他们的来临郡王回去保护他们 我早已经做了部署 金庸城不可能会出事 金庸城不可能出事 是因为你节节逼近叶城 诸葛无血打不到金庸城 可以保得了一时 那宇文雍的大军呢 你想如何处置 你的麾下只有五万大军 而宇文雍又冲冲十五万 我罪不辱 我无需躲 就因为小莲姑娘 从今以后 我不准你再进小莲的大仗 哼 禀报殿下 所有部署都已按殿下所示布置停档 出战的三前军士已在营外等候 出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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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洋 洛雍姑娘 你剛才 夢見了誰 洛雍姑娘 你 宇文佑 長公為你付出那麼多 你為什麼 為什麼心裡還在想著別人 你對得起長公嗎 你對得起這麼多年 他對你的情意嗎 洛雍姑娘 我終於知道 婦人為何不喜歡你留在長公身邊了 我不許你在傷害長公 要除掉你這個禍害 洛雍姑娘 你 殿下 殿下不會是金甲戰神轉世 這一仗打得真漂亮 青鸾鏡真是絕世至寶啊 要不是他的神通 誰能知道這戰場之下 能有這麼多暗道可以埋伏啊 看來我等的擔心都是多餘的 以殿下的才智加著青鸾鏡 天下無敵啊 青鸾鏡 你 是紅啊 你們 姑娘 你一定要活过来 小莲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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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怪她 小莲 小莲